五分鐘 主席我們先請院長 請您院長 宏妍好 院長好 今天發生的這個我們熊山的這個 物色的一個問題 那我在這邊要跟院長講一下 因為剛剛記者會已經有宣布說是物色的這個漁船 所以後續的一個調查 我請行政院這邊一定要監督各相關的一個部會 不管是檢調或是國防部 一定要詳加的一個調查 那以及這些家屬的一個後續的一個照顧 一定要做好 那其實會發生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的一個誇張 也不應該 那我也要請院長 因為這陣子國軍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接二連三 那我請院長針對於國軍的一個訓練 以及管理跟整頓一定要多花一點心思 我們不希望國軍的這個管理是如此的鬆散 那事件一再的一個發生 一開始我先跟院長提醒這件事情 那接著我進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現在我們請部長一起 我們請郭部長 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今天早上的這個議會一直沒有辦法進行 最主要就是我們在一例一休的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這個國民黨的委員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意見 那我相信最近天氣非常熱 很多這個工商的大佬 企業主也都跳出來說 因為這七天假他要冰的 那我們這些勞團呢 也為了這一例一休的一個問題 也說他們要冰的 好 這個部分其實我在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跟部長這邊都有討論過 那其實時代力量的立場 一直以來都是兩例 我相信部長應該都知道 這一個我們的一個態度 那今天呢 我想針對台灣的勞動的一個條件的狀況 我們跟院長跟部長 做一個比較根源問題的一個討論 那首先呢 我先來請問一下 院長跟部長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過勞之道 抱歉我沒有看過 對不起 沒有看到 兩位都沒有看過 我想要請兩位 有時間 今天我們的會議結束之後 去看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 其實他講了很多 我們現在過勞 台灣過勞的一些 實際的一個案例的狀況 以及我們政府應該 部門應該要去了解 然後應該去改進的一個部分 那我要跟兩位所說的是 我們台灣每五天就有一個人因為過勞而發病 那每大概十天左右就有一個人因為過勞而死亡 所以在台灣其實過勞的現 就是現象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我以前是來自於一般的產業 我以前也是勞工 所以其實我有很深的一個體會 其實很多的勞工他真的已經不知道說 他是為了生活而去工作 還是他是為了工作而生存在這世界上 所以過勞的這件事情 我希望兩位有時間真的去看一下這本書 那其實我要說過勞它是一個結果 但是原因是在於台灣是灌老闆的天堂 灌老闆是一個我們可能信心世代的一個用語 就是被我們政府寵壞的一個老闆 台灣是這樣的一個天堂 然後在台灣很多老闆 他的確是對員工非常好 我們有一些老闆的確是善待員工的 這個我們不能去忽略 但是有一些老闆他不是要 我們不是要人才 也不是說要奴才 他要的是便宜又好用的奴工 我相信部長你在勞動界這麼久 你應該都知道說 現實的一個產業界的一些問題 我們現在很多老闆 他希望我們台灣是一個工時最高 然後薪資又是最低的一個國度 這有很多的老闆 他是存在這樣的一個心態 那這一陣子呢 上個禮拜以來 因為開了很多的一個協商的一個會議 那跟公聽會 那我們看到了很多企業大老闆 他講出了一些近視名言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個禮拜來 有哪些近視名言 第一個他說加班有益勞工的身心健康 再來小孩放太多假不會有出席 再來台灣的工時不是全世界最低 還有他講說很多中南部的勞工想要加班 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你針對這些近視名言 你認同嗎 我想我是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合理的說法 不是合理 講的不合理嗎 好 這幾句話看到我們全國八九百萬的勞工的心裡面 我覺得應該是很不適滋味 那台灣我們看下一頁 台灣從1987年我們這些灌老闆他就講了很多近視的名言 不是這個禮拜才講啦 從1987年我們看到他有說如果我們開放勞工組工會 還可以罷工的話這個企業就永無明日 那在1999年呢也講到說如果讓試用期的員工拿全新的話 那政府是想要逼死全台灣的老闆嗎 那到今年他說要把三調的這七天價還給老公是要逼企業出走嗎 其實這幾年來其實我們台灣的一些老闆他講出來的一些話 其實就是讓台灣成為一個灌老闆的一個天堂 那這個天堂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色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天堂 我們公時長 薪資低 然後法則輕 這是三大很嚴重的問題 我首先先來看到公時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的 一例一休還是要兩例這個問題 現在呢我們看到去年的一個我們的公時的統計 去年是2104個小時 那在前一年的話是2135 有降低一點點 我們現在在全世界的一個主要的國家裡面 我們是排名第四名 那的確我們不是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這些灌老闆心目中的模範聲是新加坡 他們是全世界第一名的一個公時的國家 但是這些大老闆他沒有說的是什麼 他沒有說的是新加坡他的國民所得 是台灣的至少2.5倍左右 所以這是大老闆沒有跟我們講的 那我們現在行政院也剛就是拍板定案的 這個我們的一例一休啊 院長之前有說過我們推動週休二日這個政策 是希望說我們能夠逐漸的去降低公時 好那這也是蔡總統他的勞工的一個政策的第一點 那我想要問說院長跟部長 你們認為說我們現在行政院提出的這個版本 真的能夠達到降低公時的一個目標嗎 報偉我來回答 絕對可以達到降低公時這樣的一個目的 我們會從三方面去處理 第一個正常公時的部分就是落實週休二日 那麼加班的公時 我們現在對於休息日的加班時數已經有限制 已經有限制了 就是這個時間必須要在每一個月46小時之內 那麼第三個就是這個八十四條之一 我們會來檢討 希望濫用責任制這樣的一個做法 在未來能夠把它導正過來 最後我們要加強勞動檢查 所以希望透過這四個方式 可以來達到降低公時這樣的一個目標 好那部長你講的這些 其實我們大概都可以理解 不過其實很多勞工團體 他也提出了很多的質疑 那這些我想我就不再多說 這些質疑你應該都一直都聽過 好 剛剛我讓你們看的這個老闆他講的 加班他覺得認為對於勞工 他是有助於他的身心健康 講出這樣的金氏民眼鏡 讓我們覺得很瞎了 那勞動部接著在他的後面又說 他覺得說哎呦 勞工他希望透過加班的方式來多賺點錢 好 院長 我想要說的是沒有人喜歡加班啊 如果今天我們不是台灣的心資這麼低 怎麼會有人說他想要加班來賺錢 好這一句話我希望說 勞動部可以重新去思考哦 這樣的話可能在你們心裡面是這麼想 可是要去想我們到底整體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的勞工 他要 就是這麼的卑微 他要靠著賺加班費來糊口 這件事情我是覺得 這種話不應該講啊 我們大概同仁 我不相信他們會這樣子講啦 可能在解讀上面不一樣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目前這個版本都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 好